MIRROR的副隊長Anson Kong和森美都曾表示 自己年幼時患有ADHD、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 森美亦表示自己長大後,其實仍有ADHD的症狀 作為家長,我們怎樣才留意到自己的小朋友會不會有專注力不足的問題呢? 如果有的話,我們又可以怎樣陪著小朋友去面對呢? 今天我,兒童心理學家郭博士,會和你分享ADHD的三大症狀 亦都會和你分享,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有ADHD的症狀 有哪三個方法,家長是可以做的 都能夠幫助到孩子提升他的專注力 看回兒童心理學的資料,我們會見到 小朋友如果患有ADHD的話,他通常是有三大症狀 第一,就是小朋友他的專注力不足 第二,就是這一類的小朋友,他可能會比較活躍 第三,就是這一類的小朋友會比較衝動 現在我們來立刻看看每一個項目是代表什麼的 第一點,ADHD的小朋友是會傾向容易有專注力不足的情況 他會經常犯了一些不小心的錯誤 容易忽略細節 例如,可能小朋友在功課上都比較容易出錯 另外,家長可能會留意到自己的小朋友在做功課或上課的時候比較難集中 可能要很長的時間才可以做功課 來到第二個症狀,就是關於過度活躍 我們都會留意到這一類的小朋友會比較要扭來扭去 要動來動去,坐不定的 他會經常都在不恰當的時候,可能只要站起來或離開座位 而第三個症狀,就是小朋友會比較衝動 這件事在小朋友跟人家溝通上,我們都會留意到的 例如,我們的小朋友會不會沒有耐性 讓人家說完話,他才回答 會不會是人家根本還沒問完問題 他已經搶答了,要搶來講先 我在這裡也想跟家長分享三個方法 就是能夠幫助到你的孩子提升他的專注力 第一點,就是一個番茄計時法 很多時候對著有專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或者一個專注度比較弱的小朋友 我們是很難要求他 你要坐在這裡,一坐坐四個小時 做完功課才好離開座位 這個要小朋友在這麼長時間內保持集中 說真的,不要說小朋友,大人也困難 所以我們留意到,對著專注力比較弱的小朋友 如果我們能夠用一個番茄計時法去幫助他的話 是能夠幫助他提升他的專注度 那什麼叫做番茄計時法呢? 就是要求小朋友專注20分鐘 然後休息5分鐘 然後再來過一個專注度的20分鐘 然後再休息5分鐘 可以做幾次之後 就給小朋友一個較長的休息時間 不止是5分鐘 這個方法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小朋友面對堆積如山的功課 他一想到自己要花幾個小時才做完 他那個心理壓力都會大 相反,如果我們告訴小朋友 不要緊的,我們來坐下來 坐下15分鐘 所以可能一開始你會跟小朋友 做了一個15分鐘的開始 小朋友做完15分鐘 就給他玩5分鐘 有一個調劑在這裡 然後呢,先再來 再度專注15分鐘 他會覺得沒那麼辛苦 而且他也會更加願意配合你 第二點,家長就可以看看 到底對於你的小朋友來講 會不會有某一類的聲音 是幫助到他注意力集中的 這個是每個小朋友都不同的 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聽到一些下雨的聲音 譬如好像這些聲音 又或者是可能小鳥的聲音 好像這些聲音 他就會比較專注的 是比較容易可以安定他焦慮的情緒 也是幫助他把注意力帶回去 去處理好眼前這一份功課 而不是被外面的一些噪音影響 所以家長也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小朋友聽了這些聲音的時候 會不會幫助到你的小朋友更加專注 那大家也可以上YouTube 也可以找一些叫做white noise 一些背景的聲音 看看會不會提升到孩子的專注度 第三,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比較難專注的話 我們也知道這一類的孩子 是比較難去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的 即是說在一天裡面 他要做完什麼事 接著完之後就要做哪一項事情 這一類的管理能力 在專注力較弱的小朋友來說 個人管理能力都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們就要多些利用一些電子的時間表 最好是能夠提醒小朋友 到差不多就會給他提示 啊,時間做下一樣東西了 變成了家長就不用經常靠自己的嘴巴去叮嘱小朋友 也都能夠用這個電子的時間表 就已經可以慢慢教導孩子 啊,其實下一步你就要做些什麼 幫助他管理好自己的時間表 其實如果一個小朋友比較容易有專注力不足的情況 其實這一類的小朋友呢 他會覺得自己是力不從心 很多事情他是想做 但是只不過呢 他是先天上呢 他未必可以好像其他人一樣 去專注處理好眼前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一類的小朋友呢 他的內心是有很多情緒 是未被消化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都是4歲到12歲的話 我很鼓勵你去參加 由我兒童心理學家國博士 和英國倫敦大學的精神科醫生Dr. Verhana 一起為香港的小朋友所準備的 為期8個星期的Happy You親子故事會 在Happy You的親子故事會裡面 你的小朋友會學習消化 由疫情所帶來的情緒 我們的主題豐富 內容會教孩子怎樣處理憤怒 面對焦慮 也都會教孩子怎樣聆聽他人給予自己的意見 幫助孩子在社會上提升他的競爭力 Happy You的親子故事會 是我們和英國倫敦大學一起合辦的 所以家長每個月只需要付費幾杯咖啡的價錢 就可以為孩子提供國際級的教育 我會將Happy You的親子故事會連結 放在留言區和資訊欄 你也可以去看看 現在你也可以去看看這兩個影片 我們在下個影片見